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來初見挑戰這一個 所謂的一點機構成 這一個編程本來是要拿來挑戰李魔狼用的 那稍微針對關卡 做了一下計程的調整 估計啦我在想 應該也沒有人會想用暗龍刀來打這一關 所以乾脆就來挑戰看看好了 要使用的是大版面的編程 混搭小鷹 那麼就出發,GO! 這一次的一點機構成啊 好像敵人的防禦力和攻擊力都有調整吧 沒有調整的部分應該是敵人的行動 我在猜啦 然後這一隊呢 應該大部分的對策都有做好 所以現在就要看一下敵人的防禦力有多高 我們先開場交換隊長 然後先把琴給變身 再做兩回合加速 小鷹就可以變身了 以前啊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右邊那隻超硬 所以如果能夠一次打穿的話 就代表他們應該是有調整的 我們就銷橫牌 橫牌的數量雖然說沒有很多 但有增傷比沒有增傷來得好 來 先來一發下去 可以 打死欸 好爽喔 打得死捏 感覺得出來敵人變很軟 然後我自己私下也算是挑戰了蠻多次這一關的 所以前面的敵人的行動啊 所以前面的敵人的行動啊 大致上都還記得 等一下回復結我們開愛貓的技能 這一次為了要湊 補色 所以末尉補了愛貓的位置 其實我個人覺得 機構城啊 應該是前面的關卡最難了 特別是七關之前 欸很簡單欸 好像一發下去啊 都能夠把敵人收掉的感覺 看起來敵人是真的沒有那麼硬了 然後機構城比較討厭的是 有蠻多減回復的角色 後半還有把回復變0的欸 所以是一定要帶一個 能夠把回復緊壓過去的技能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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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第三關 這邊會有禁銷 是吧 屬性吸收 暗吸收 暗吸收那麼衰喔 嗯 暗吸收 嗯 我記得後面還需要用到豬頭欸 反正先開掉好了啦 先看能夠走到哪裡好了 欸或許啊 後面因為這一關不是算蠻軟的嗎 或許連吸收也用不到也說不定欸 只要不要打超過攻擊值就好了 然後我覺得前期最麻煩的關卡除了這裡要應付屬性吸收之外呢 這裡的禁銷加上下一關的無效 兩邊加起來好困難喔 來先來看一下這樣一發下去 應該可以把中間的打死喔 一發超根性應該沒有什麼血量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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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這個500萬還是蠻高的 我覺得暗龍刀上修後比較好的地方啊 就是他的血線 在50%以上了 真的算是比較好用 但是我拿這個編成去打李魔狼的時候發現到啊 太多傷害都扛不下來了 有點討厭 特別是孫全的啦 孫全的重傷啊是連擊 根本沒辦法靠這個50%以上來擋下來 然後又要開另外一個減傷技能 覺得麻煩 啊對了這裡還有封條 那我們就開琴的技能 我琴的技能好方便喔 全解加 火暗兩色 不管是火屬性的隊伍還是暗屬性的隊伍 都可以放到陸隊 重點是他還有貫穿火力啊 喔打死了這裡也可以打死 然後第五關會有攻擊減 攻擊減的話等一下開小英的技能直接壓好了 然後邪魔天降沒有做對策 只有給農機吃了一個毒天降而已 好暗 暗也沒有說一定要消橫牌啦 只要能夠消到六顆 就能夠觸發倍率了 很好很好很好 前面喔如果啊機構神能夠這樣子的話 打起來就沒有壓力了 不然我覺得自從機構神出了之後 玩遊戲的那個應該是要怎麼講啊 壓力變好大喔 呵呵呵 就覺得有一關掛在那邊 怎麼打都打不過 我個人是覺得這關的調整有點太過頭了啦 如果能夠那麼善良的話就好了 好 打魔狼的時候這一隊是用HP徽章 讓我看在這個一點的份上 換成了手指 讓大版面消起來也比較輕鬆一點 啊這裡這裡這裡 水玻璃防禦力異常高 然後還有一個傷害吸收的 他是多少啊 3億嗎 3億這隊消橫牌會超過 那就消...不要消橫牌 但是觸發倍率好了 消...六值 把暗搬過來 好這個靜消暫時可以不用理他 打珠消一下 來看一下 不要超過應該就可以吧 卡蜜 呵呵呵呵 還真的可以耶 而且右邊打得穿 而且右邊打得穿 防禦力到底是加強多少啊 沒有顏色嘛 把... 垃圾技能可以開掉啦 後面我記得還有一個 需要用到全解的部分 交給琴就好了 好 有到時 有到時 combo應該火力也沒有說很高 哇嗚 還差一隻 等一下他會生氣吧 發狂攻擊還蠻善良的耶 一般來說這種發狂應該是撐不下來的 是吧 攻擊上是調整多少啊 感覺也有調到一半以下耶 另外一點啊我討厭機構成的地方 就是敵人莫名其妙就會來一發超重的攻擊 而且幾乎是什麼話都不說喔 你就很莫名其妙被打死 5抽是... 左版面嘛 也要碰到3比較好 那我們這邊就解鎖 然後加上農機的技能 這邊算是其中一關 需要開到減傷技的... 欸?不夠 需要開到減傷技的地方 我們先確實的做好 7combo的減傷 7combo的話有半減 加上65%的減傷 咔嚇 噢... 好好好 善良的行動 然後解鎖 最對阿有趣的地方是 前後兩隻都可以一直開技能嘛 所以不用帶L字解鎖 也沒有問題 反正啊敵人 不斷的左版面或者是天降 鎖住的話 也能夠一直解掉 就只是... 開技補助的順序要稍微留意而已 欸?欸? 500萬過傷也可以喔 那我血量是多少啊 阿...PAL 其中一關會給... 靈回復的 這邊我印象有點深 他不太好打 那我們就直接開愛貓的技能壓過去 恩...敵人有無效盾嘛 我們先... 恩...先不要削貫穿好了 恩...先不要削貫穿好了 還蠻好奇後面的敵人 血量多少 這樣的話有超過無效盾嗎? 喔喔喔喔喔 欸好軟喔 啊 他的無效盾啊 可能是設置在 跟那個 一般版本一樣的 啊 呵呵呵 有夠麻煩的 這邊只剩轉版啦 沒得開了 好啦 如果後面再碰到覺醒無效的話 至少拉進來可以用 欸多 這裡拆一下 欸 或許啊 這一隻也可以一拳打穿欸 剛剛可能太小心了 啊 不過這一隊的貫穿位啊 就只有琴和鷹而已 第九關的閱讀 九combo吸收 他行動是什麼 超暗暗掉落 嗯 這一隊沒有十字消除的 不過看前面這個方式啊 他應該也是很軟 我們這邊就做 橫排好了 要貫穿的意義沒有那麼大 橫排至少整體的輸出比較高 特別是垃圾啦 特別是垃圾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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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後面的boss這樣打喔 還蠻開心的欸 心裡暗爽 第十關 額 印象中也是超硬的 但行動應該是蠻簡單的 水掉落嘛 然後版面也缺珠 二 四 六 六顆 我們就消六好了 我覺得這次的版本 嗯 敵人有時候反而太軟 會不知道該怎麼打欸 嗯 那看起來啊 要嘛消橫排 不反面有色嗎 要嘛消橫排 要嘛消貫穿就可以打穿了 二 四 六 二 四 五 加二 加三嘛 好 這邊 有強化的都是暗珠 直接來消橫 消橫 然後盡量多拆一點 這樣如何 沒有天降還是蠻麻煩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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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啊 根本不用用到這一隊也可以吧 啊 這隻 這隻超硬吧 超硬超硬 不過這隻我記得 我遇到的機會好像也沒有欸 以前用無傷對打的時候啊 好像也沒有碰到他 好 先來打個一發吧 啊 果然欸 嗯 那是固傷嗎 那是固傷五百萬吧 所以我的傷害打不上也沒關係欸 要靠固傷就好了 啊 敵人才一千 敵人才不到一千萬的血量喔 不許啊 原本的版本 應該就是 血量沒有那麼高 但防御力超高的 啊 果然欸 古色破防有發動的話 火力就出來了 12關月月 月月是暗屬性的 應該也有無效盾吧 50%減傷 半減 加上 攻擊的積檢 剛好壓過去 龍刀配小鷹如果沒有用大版面的話 缺住還是蠻嚴重的啦 然後加上啊 通常這樣組 比較沒辦法確保秒數 所以要玩的玩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要玩的玩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其實這一隊也沒有什麼殺手 有 這樣也打得穿 13關是大頭吧 暗的 等下暗是吸什麼 木漢光 然後是回復積檢 回復積檢也壓得過去這沒有問題 一樣先不要硬打好了 消六 其實他實在是不大確定敵人的血量多少耶 防禦率是一定變低啦 但血量呢 應該也有對應的調整吧 然後能夠這樣一起打下去 有損到血應該就可以打了 完全可以啊 這邊也可以耶 那我們就先把回復檢給壓過去 回復是一定要壓啦 然後再看一下小英補珠嗎 2 4 6 80 好 補一個 3顆加攻擊上升 有攻擊上升應該就穩了 然後盡可能的不要消到太多組的光 光這樣 光這樣拆應該還好吧 應該也不會消到 好 好 滾 呵呵 然後十四關一隻是 九仗骰 一隻是龍骰 水的行動是什麼啊 水的我真的是不了解行動耶 太少打到這邊了 8combo吸收 8C 8C 然後有無效盾嗎 先來小消一下他的血量 先來小消一下他的血量 好 這邊直接開小鈴好了 這邊直接開小鈴好了 進一消先不要解 等一下技能拿來補珠 然後這邊直接消貫穿 貫穿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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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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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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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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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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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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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好打的 手指撿 應該是要把右邊那隻收掉 就不再復活了 兩隻收掉的話應該還會再復活一次 我們不要消橫牌 消六 消六的話應該是完全不會吸到 還差一點點 半減嘛然後再復活一次 那應該是了 然後變成無效盾 真的沒有什麼傷害耶 雖然說這一隊有到積極以上啦 但典儀只有打幾萬而已 好少喔 好 去死吧 OKOKOK 鎖鎖 然後一樣的復活左邊的 感覺他的行動跟原版的應該差不了多少 我記得以前在打這一關的時候一直搞不懂他們的行動在幹嘛耶 一直復活一直復活 好像無窮無盡一樣 然後啊 聽說 打這個一點的版本 好像有機會掉西石 但那個機率就不知道多少了 應該是滿低的 OKOKOK可以打中間了 中間的就 早早收掉好了 應該是他吧 有詭異的行動 有詭異的行動 我看旁邊兩隻那麼軟 果然可以耶 好好打喔 有夠好打的 這隻啊 跟李魔狼的boss一樣 到半血也會發狂一次 不過等一下我想一下 有一點好奇他的行動 先 觸發半減就好了 我們直接消 消combo 然後啊 如果連倍率都沒有觸發 的情況之下 應該說沒有完整觸發 也能夠造成傷害的話 這代表他應該是超軟的 那還是不行啦 想太美了 好 那我們這邊啊 其中之竟然要留下來嘛 那我們就先 開減傷 然後版面的暗珠也蠻多的 開增傷 欸 反正啊 沒辦法這打到半血以下的話 也可以靠剛剛 純平感的方式 來耐久 敵人的傷害也沒有很高 好 這樣不錯了吧 有額外消到兩組暗喔 三組 超軟 這邊平常應該要花十幾回合 撐打半血吧 OKOK撐下來了 然後暗禁消我們就直接直接收入好了 直接開琴 然後用垃圾補珠 垃圾可以補珠嘛對不對 8 補2而已喔 有點少 不是要補啦 不開也蠻可惜的 那再開一下 龍刀的技能 然後最後再開一下愛貓的技能 愛貓的手指延長好像比較長一點點 來 最後一個版面 我最喜歡的方式就是削橫牌 再多削 一組貫穿 這應該是最好看了 沒有增傷也可以 因為剛剛看啊 鷹的傷害都已經到21了 BK yo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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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機構成很簡單耶 雖然說中間也是有點毛啦 但過得還蠻順利的 不過最後沒有掉 覺得蠻可惜的說 咚咚 也會掉這種喔 潛在覺醒 其實這次的關卡還不錯耶 敵人的血量不高 然後防禦力也不高 技能一樣 行動也一樣 應該是可以練習啦 只是一場99T 我是覺得稍微有一點多 打完應該是送 一到兩隻 必掉的聖誕龍吧 其他吸死也有機率 但這個可能就 不敢掛保證了 感覺掉的機率應該有調整 本來沒有介紹編程是想說啊 測試一下隊伍 沒想到就這樣過了 所以回頭來說明一下 欸咚 農機技能防綁 和撐血量 潛在是防毒 龍高的話是交換 愛貓莉娜 因為這樣可以防雲 又防風條 琴的話是死士的裝備 主要是要臭耐性 沒有那個SP開場沒變到聲應該也沒有差 垃圾是抗吸收 但好像也不是必要了 小鷹是禁魔女的裝備 補火力 希望編程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